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646集,三份礼物 那第七魂体身子一颤,立刻幽光骤起,笼罩了整个第八层的同时,慢慢地飘落下来 漂浮在亡灵的天灵之上,似同打坐,阵阵如烟丝一般的游线,从那第七魂体内破散出来 顺着亡灵天灵,双目,双耳,鼻子等蹊跷之孔,慢慢地钻入进去 王林神色平静,在那烟丝一般的游线钻入体内的刹那 似有一个喃喃的声音在其耳边低语 阵阵复杂的口诀,以一种融魂的方式,慢慢地烙印在了他的灵魂内 似成为了本能 时间慢慢流逝,王林在这第八层内 转眼,便盘息吐纳了三天 这三天中啊,他一动不动,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吸收那第七魂体中蕴含的魂影归之术 丝毫不知啊,此刻的大魂门内,他的身影已然深深地烙印在了每一个弟子心身内 几乎成为了一个传奇 连闯七八两层 这种事情在大魂门内尽管也有,但古往今来确实不多 对于这个新来的王姓长老,其身份与来历成为了大魂门内诸多弟子猜测的话题 诸多的猜测,可是啊,却没有一个符合真相 知晓真相的几个人也不会轻易去说 无论是樊山梦姐妹二人,还是那青牛老祖都是如此 即便是那阎鸾被王林在藏魂阁内气势镇压 到心出现了对王林的恐惧 自然也不愿去提起有关王林的任何事情 至于那古国之秀的身份,也在青牛老祖的强力封命下 完全地被杜绝,下了风口令 三天的时间,还不足以让这众人对王林的猜测风波熄灭 在第四天的清晨,第一缕阳光扫过大地的时候 王林在藏魂阁第八层,睁开了双眼 其幕内似与之前有了不同 仿若存在了一丝丝雾气缭绕 看起来如同梦幻一样 让人与之一望,就会深深地沉静在其内 似无法自拔 魂影归,原来是这样 王林喃喃,再次闭上双眼 许久之后,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浊气 身子站起,向前一步迈去 走下了阶梯 一步步走在阶梯上 王林从这藏魂阁第八层 一路走到了第五层,第三层,直至第一层 大魂门的神通,不论是那魂眼道 还是这魂影归 都需要分化自身一缕藏魂 以此藏魂作为与天地沟通之物 借此施展一系列神通 难怪那多重幻术 我当年在洞府界无法研究透彻 只能借那鬼脸番施展 且一旦此番不在手中 就无法继续施展此书 王林目露奇异之盟 走出了这藏魂阁 顺着呢存在于藏魂阁外的天地裂风 王林身子一晃,化作长虹 呼啸而出 再其离开这裂风的刹那 这青天风外的裂风啊 轰然闭合 青天风洞府内的青牛老祖 看着王林离去的背影 松了一口气 若王林提前了三百年进入那第九层 他真的不知该怎么办了 一代老祖推演出 这王林会在到来的第三百年 进入第九层 在其进入第九层的第九天 吕摩州的三大宗派将会联手 灭绝我天牛州大魂门与归宜宗的道统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天牛州下 那被镇压的天牛之魂 青牛老祖沉默 神色露出担忧 他尽管提前知道了这些事情 也做到了一系列准备 但天机莫测 在王林身上 他感受到了对于未来的不安 一代老祖壮立了大魂门 其身份极为神秘 即便是后人历代老祖 也无人知晓 只是有传闻 我大魂门的魂眼道之术 原本是两部 其中一部名为道眼魂 传闻中 一代老祖是某个隐藏在 仙刚大陆的极强门派中的道统弟子 只不过在他那一带 有两个道统弟子 他二人分别传承了魂眼道 与道眼魂 这两种不同的神通之术 而后老祖因一些缘故 放弃了获得道统的资格 独自离开 来到了这刚刚被先祖封印而成的天牛州 在这里创立了大魂门 还有传闻 青牛真人想起这最后的一个传闻 不由得心神一颤 抬头看向远处无尽之地 那遥遥的中州所在 这最后的传闻呢 实际上是大魂门历代弟子 搜集了一切能得到的信息 最终整理出来 只是因为太过害人 故而说之为传闻 传闻中州皇城内 那国师上玄道一脉 所学之术 名为道眼魂 青牛真人沉默 他心中很是不安 许久之后 长叹一声 默默地打坐枪 王林一路飞行 在大魂门内穿梭而过 大魂门范围颇大 一眼看不到边际 只能看到那一座座冲天的山峰 但王林所过之处 却是从那一处处山峰内 顿时散出神石 化作神影 向着王林抱拳 很是友好的建国 王林性格一向是 别人若对他尊重 他自然也会尊重他人 一路飞来 与所有幻化身影的同门 含笑抱拳 这才回到了他的那燃烧的山峰 山峰外 樊山梦还在那里 疲惫的身子不敢离去 临近山峰 王林目光在那不远处的樊山梦身上一扫 神色如常 再踏入那山峰的一刹那 其声音回旋而出 进来吧 这洞府山峰还有些凌乱 你打扫一番 寻个洞府作为居所 随时听照 翻山梦低头称是 咬着银鸭 轻步走入这燃烧的山峰 被那热浪扑面 顿时汗水更多 许久才勉强可以承受 狠狠地看了远处 王林离去的身影一眼 翻山梦压下心中的怨气 按照王林的风俗 在这山峰的几个洞府内 开始打扫起来 王林回到了山峰最顶处的洞府 在其内 盘膝一坐 右手抬起一番肩膀 手中出现了三个井河 这三个井河 正是那青牛老祖 送出的三样礼物 这大魂门 目前来看 对我还算不薄 倒也真的可以考虑 在这里滞留一些时间后 再去寻找师尊 且师尊那里情况 我还并未完全了解 但想来 对于我这个突然到来之人 一定有人不服 抑或者会有争端发生 如此一来 我就要再去寻找师尊前 把修为提高 修为到了王林这种程度 对于未来的一些危险 隐隐可以有些感应 尽管不如那些 推演天地变化者清晰 但也可以作为一种把握 它隐隐有种感觉 道骨一脉内 似有一个自己的大劫在那里 正缓缓地凝聚出来 只要修为足够 这些一切劫难都不是问题 眼下先看看 这大魂门 那算出我会来到这里之人 给我留下了什么理由 王林双眼一闪 目光落在了第一个井河上面 这井河呀 看似很是寻常 仿若俗雾一般 没有丝毫的光芒与脱尘之处 但这寻常的井河 却是可以阻止一切 神识叹入 这一点又极为不凡 井河上还有一张枯黄的纸条 似封印一般 散发出阵阵古老的气息 仿佛已经存在了太久的岁月 直至现在 从未有人打开这枯黄的风纸 望着那井河 王林目露尘隐 但很快 他就双眼一闪 右手抬起 一把撕开 那井河上被封了无数年 从未被人撕下的枯黄风纸 在那风纸被撕开的一刹那 王林清晰地感受到 从那纸条内 传出一股奇异之力 钻入自己体内 急速流转一圈后 猛地缩回 似在判断 打开这井河之人的身份一样 风纸随着撕开 在王林的手中 自在这一瞬间 走过了无数岁月 骤然化作了一片飞灰 消失在了王林的面前 唯独那井河 安静地飘在那里 一动不动 王林神色凝重 在这风纸撕开的一刻 他隐隐似感受到了一股波动 从那井河内传出 这波动啊 很失隐晦 若非仔细查看 很容易忽略掉 拍起手 在那井河上一挥 立刻这井河 啪的一声打开 露出了其内之物 那是一枚黑色的 拳头大小的石头 这石头不规则 仿若与寻常之石 没有丝毫的区别 但在其表面上 却是有无数的小口 真真隐晦的波动 从这石头上散出 弥漫洞 看着这石头 王林眉头一皱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物品 其神石散开 慢慢延伸至这石头上 但其神石刚已临近了 却是立刻就被这石头上 无数的小口 急速的吸收进去 王林不动声色 任由那石头 把自己的神石吸扯入内 慢慢的 他看到了这石头的内部 其神色立刻有了变化 这石 王林看到 这小小的一块石头那样 居然蕴含了无数空间 刺那每一个小孔 都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是一块空间石 是我为您准备的第一样礼物 刚刚从洞府界来到仙刚大陆的您 储物空间一定会因 仙刚大陆的不同而很难打开 以这空间石 毁灭其内一个空间为代价 可以让您在储物空间无损中 取出一样物品 但不要多 只有一次机会 否则的话 这里的空间群会不稳 从而出现崩溃 一个苍老的声音 在那石头内的一处空间内 悠悠传出 这只是空间石的其中一个作用 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那就是饲养天道 我知道您的手中 有一个不完整的天道 在这里饲养 会让它慢慢完整 这就是第一份礼物 希望您可以喜欢 那苍老的声音 慢慢平静下来 直至消失无影 任凭王林在这空间石内 如何寻找 也找不到那声音的踪迹 王林目光一凝 神石从给那神石上收回 盯着手中的这石头 王林目露沉思之色 他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把这石头放在一旁 目光落在了第二个锦盒上 那锦盒上的风纸一旧 王林右手一挥尖 风纸被卷下 化作飞灰的同时 那锦盒啪的一声打开了 其内只有一样物品 那是一枚缭绕了雾气的玉剑 似着玉剑完全由雾气组成 在显露于王林目中的一刹那 雾气翻滚 诡异的蠕动着 盯着这雾气玉剑 王林皱起眉头 右手抬起 虚空一抓 立刻那雾气玉剑飞出 落在了王林手中 在他的手碰到这玉剑的一瞬间 那苍老的声音呢 骤然浮现在王林的心神之中 这是我为您准备的第二件礼物 这枚玉剑是我一生浑眼道所化 可以为您施展一次先刚变化 为您算出一件事情 但只有一次 那声音消失 王林沉默 看着手中的玉剑 他似在其内看到了无数身影交错 似乎只要他心神一动 就可指定一个人 用此预见来推演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命》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